首次作为东道主 中国南兰的表现自然是 最受中国球迷的关注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南兰究竟能否把握住机会 突围成功 进而向东京奥运会门票 和历史最好成绩发起冲击呢 历史上中国南兰曾在2004年 和2008年奥运会 创造两度杀进前八的辉煌 但在过去的近十年中 却在奥运会试锦赛等一系列 世界大赛上遭遇滑铁卢 至今未尝一胜 本届世界杯中国南兰能否 以东道主的身份赢得久违的胜利 值得期待 目前这支中国南兰 基本以2015年南兰亚锦赛 夺冠阵容为班底 2017年夏天 中国南兰进行了红兰分组 为培养出更多人才提供了空间 去年中国南兰亚运夺冠 就展现了红兰改革的成效 作为球队核心 易建连从2004年就随队出征 可谓经验丰富 周琦曾在美之兰历练 他的发挥也被外界所期待 而王哲林和郭爱伦 也均有独当一面的实力 再看中国队的对手 因为东道主球队 自动获得种子队身份 被分在A组的 中国南兰的三个对手 波兰 美内瑞拉和科特迪瓦 并非传统强队 且各自面临伤病 待遇纠纷等问题 但从世界排名上来看 波兰和美内瑞拉均高于中国队 如能顺利进入16强 中国南兰将有可能 在第二阶段小组赛当中 面对俄罗斯阿根廷 这两支世界级强队 取胜难度相当大 主场作战 中国南兰迎来了近10年来 在世界大赛上的最好机会